这三个女人太撒了 首先是女主 她跟男人刚做完草坪上的工作 准备洗澡 挂好浴巾 当她转身被惊呆了 这是什么鬼 不管壁虎变色龙 先大声尖叫 再飞奔出去找男人帮忙送死 两人猥琐靠近 小心翼翼走进浴室 男人却什么都没看见 女人解释说肯定还在 果然如此 男人拼命战斗 女人早已在十米开外静观其变 三小时后走出来以为搞定了 不料女人看到更震惊的一幕 原来趴在裤衩上乘凉 我的个亲娘 女人不敢靠近 男人挥手求助 没招牢 她冲上去 豹彩输出七七四十九卷之后 12了 男人差点凉凉 小东西终于开心的溜走了 轮到男主的妹妹 从没谈过恋爱的林更洒 自从十八级中被兽医爆了一回 她总感觉自己的春天来了 立刻对标模特服装 从脚红到嘴 杀进农场办公室 缓缓向兽医靠近 结果一个比一个傻 男人进扯没用的话 女的也不敢表达 林只好转身尴尬地离开现场 而男主妈则是老年萨 她想出让丽莎和敦帅快速怀孕的办法 林问什么妙计 甩出药包交给她 并告诉女儿 这是来自青藏高原的神药 只要让两人服用 不出七日必定怀孕 但林又提出疑惑 到了晚餐时 大家齐聚一桌 敦帅问今晚为何吃这么好 妈妈说有好消息 但暂时不能讲 这两人很快就要被套路 林在旁边露出音效 很快丽莎表示已经吃饱了 妈妈说且慢 还为二人精心准备好特别饮品 随后林就端来两杯绿绿的东西 丽莎问这是什么茶 妈妈差点说漏了嘴 在妹妹和妈妈的配合下 二人毫无察觉一口干掉 饭后母女回到卧室 林期待的问妈妈冷沉吗 妈妈说不仅有中药 还添加了特制香粉 林听说后都觉得激动 这回妥了 夫妻俩刚踏进卧室就发现不对 林浪远达 林浪远达